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您看到的是今日华尔街频道的华尔街细说栏目 在今天的华尔街细说节目中 我们主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二十大前中国官场的有关消息 这里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文章引述知情分析人士认为 北京在党代会前将权力集中下放到各省广东的改组 是一个案例 说明任命外部人员来担任省级关键职务的做法将越来越常见 而分析人士向南华早报透露 这样的经常在不断加速进行的同时 相关人士的任期也在缩短 这反映地方问题被指于次要地位 文章举例 深圳的党的领导人孟范丽上周在莲花山公园首次公开露面 纪念邓小平市场改革先驱 尽管如此但外界普遍认为孟范丽是习近平的忠诚支持者 习近平两年前也曾经参观邓小平塑像纪念深圳特区成立四十周年 当时他表示我们必须在思想政治行动上 始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 南华早报回顾 孟范丽现在五十六岁来自山东 却成为了广东高级领导层的最新成员 像他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外地人被空降到传统上有本地人担任的关键职位上 文章分析认为 现在提拔外地人担任省级职务并非广东独有 许多衡量省级领导轮换的研究数据显示 权力集中化的趋势正在加强 包头的这一位前党委书记孟范丽被认为是政坛的新兴 与他在深圳的前任和省委副书记的职业道路相似 马兴瑞和王伟中也都是从广东以外的地方空降广东的 马兴瑞是广东第一位非本地省长 在刚刚过去的十二月晋升为新疆书记 南华早报回顾 广东的重要性可以追溯到开国元勋之一的叶剑英和他的两个儿子 他们在北京和军队共同发挥了巨大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就是来源于在广东的权力基础 张子叶选平曾经担任当地省长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 他在广东和临近的香港澳门事务中一直是有影响力的人物 在他担任政协副主席之后影响力开始有所衰弱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 一个外来者打破资源丰富省份地方权力支配 并将中央政府偏好加强于地方的现象越来越多 文章引述政治分析者认为 在马兴瑞被任命之前任命当地人担任省长 同时让北京亲自挑选的外来人员担任省委书记 这是比较常见的做法 而马兴瑞打破了这样的传统 随后王伟中的任命也遵循了这样的做法 而在广东省会广州也有类似的模式 在二零一四年之前三十年里广州所有党委书记都是当地人 而来自河北的人学峰被任命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他的继任者张硕甫来自湖南 宁克庆则来自湖北 也都是以空降的方式到了广州 分析认为中央领导层把认为忠诚的人派往广东深圳的关键岗位 可以让他们积累政治资本 以便未来将他们晋升 现在信任才是任命最重要的因素 现在不管是粤语还是蒙古语这样的地方语言正在被降级 支持普通话 而这种同质化现在在政治上也越来越显著 在政治上现在适应当地文化的压力要小得多 南华早报文章引述专家表示 北京对于省级的政治控制不断加深 表明现在的重点从经济转向了政治 政治上的地方主义在中国各地缩减 广东曾经是外来官员相对较小的省份 但是现在也明显感觉到了中央集权的影响 分析者表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省级官员的轮换率一直在上升 包括省委常委截至二零一七年外部任命的比例已达到将近百分之三十 官员的任期有所缩短 这表明政治集中化对地方主义地方专长和对经济能力的重视程度有所降低 来自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的研究也发现 在一九八五年到二零二一年期间 中国三十一个省级行政部门的首长平均任期出现了显著下降 省委书记的任期下降则最为明显 平均任期从八五年的四点五年下降到二零二一年的一点六年 而省长和市长的任期则从平均二点五年下降到零点八年 据分析这种变化在二零一三年和二零一六年习近平全面反腐期间最为迅速 当时有重量级的政治人物被推翻 比如周永康薄熙来等 二零一七年上一次党代表大会之后 有一波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亲信和忠诚者的干部 被轮换到中国最重要的一些城市和省份 广东本地人继续在党的精英中可能会占有一定的份额 在广东的经验也会为未来的领导提供管理复杂全球化经济的经验 但是在广东执政的经历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仍然是一个优势 即使是对于马兴瑞和何立峰也是如此 现在马兴瑞担任新疆党政领导 未来有可能高升一步 所以当我自己认为是不要打好 我的人忠语 我说你们站下了 好像上身上吗 我们準eda encouragement 所以我不会切 else 感兴趣 孙中 孙中 在这里 这是东北 楼子在这里 不担心,然后第一天,比方说像法国的这个加勒胡,然后就备了三倍的菜 包括现在,然后这些疫情的检测也都有超不穩,分别是美国,像现在是25号,27号,29号,然后分别是三次大阶级核酸,并且这些现在也都是从一家开始,对国的行政办公也没有太多的人聚集,所以我觉得现在看有多位聚集在朝阳的状态的话,从未来说还是不太好处 感觉尽 евasi少爷 review 家中学习家,从未来说是不太好处 相信北京政府肯定不会像上海那一种处置,因为可能有一些管控当时的一些松懈原因导致的这种情緒 Setting up 我觉得北京应该能比那么强一些中 deuts首都,然后再加上因为我本身也是这方面工作人员,所以我觉得北京应该能比那种强一些中原首都,然后再加上因为我本身也是这方面工作人员,所以我发现得非常多 我觉得有信心 我们社区也有很多的群 包括一些居民他们也有的群 所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告诉他们 就让他们也能第一时间拿到资料 而且做好防护 包括有机家 尽量不要外出人的群群 是要不要我用小的这样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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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